2022年大家都过得都不容易 国产暗黑界也深受其害 各大厂商的出片量和质量都不比往日 很多国产新秀也都用口罩折面 防疫工作做的真是有够到位的 本期就给大家介绍几位国产 暗黑界的口罩美女排名不分先后玩偶姐姐 提到口罩美女想必大家都会先想到玩偶姐姐 自2021年出道以来 玩偶开辟了长剧情爱情动作片的先河 在华人暗黑界大放一彩 随着玩偶的热度和人气窜声 各路模仿者也争相效仿 虽质量良有不齐 但也不乏可圈可点之作Mise 这里说的Mise可不是韩国的那个女团 而是经常被卖片哥炒作的 911女神Mise 每次在国产平台上发布作品 作品全部为短视讯 时长最多不超过三分钟 无剧情无台词 从头到尾一直在飙车 且车速极快 往往裤子还没来得及拖 视讯就已经结束了 所以Mise老师的作品很适合 快枪手或闪电侠类型的朋友们 粉色情人 不同于Mise的预解范 粉色情人是标准的白瘦又类型 主打甜美可爱路线 几乎素颜的淡妆 更显起清新诱人的唇欲风格 小姑娘虽粉嫩年幼 但继出道以来人气急速飙升 截至今日推特粉丝24万批站 排名241位 目前持续更新可谓是星途无量不见星空 还记得当年那个比划 九要首饰的甜妹吗 是的 她于去年正式复出 并自称星空这次复出不紧 没有了招牌首饰和甜美笑容 脸上还多了厚厚的眼罩和口罩 要不是开车时那相似的的声线 真的很难辨认出这是当年 红极一时的不见星空 外加上离了大谱的眼妆美颜和磨皮 简直是严重的开了历史的倒车 原本一手好牌如今却打得稀烂许牧学长 在所有不露脸的国产名车里 最喜欢许牧学长的眼妆明摸善赖 简史秋童 恍惚的记忆懵懂的情感都 深深的融入在许牧的轻眸里 像所有不露脸的女神一样 看不到脸自然会把其他部位看得通透 在身材方面 许牧学长完全不说玩偶 唯一可惜的是剧情短版 几乎没有任何故事情节可言台北奈 最后介绍的这位也是全平台发育 TPOF但都可以找到她的身影 2021年出头 那那算是业界的老母 一直持续更新影片质量也不低 很多运镜和剪辑能看出拍摄 和后期花了不少功夫和精力 却奈何推特粉丝数量不多 P站排名也不高 那那除了摆编的造型和影片主题外 最大的特色就是开启车来 扫画脸片 直冲天际新手司机听了 绝对把持不住 这种随机应变灵活发挥的台词功力 不是有超越常人的天赋异禀 就是有刻苦奋发的后天努力 台北奈娜的作品 也许不会让你看得大饱眼福 但绝对能让你听得面红耳赤 给你打开